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須宇 我是須宇 今天又到了禮拜三了 所以我們又來 採用打理囉 好 那今天的呢 比較特別 那今天的這一個是日本的 河掌 那是什麼樣的河掌給大家看看嘍 東不知的河掌 對 就是動物們的河掌 很可愛喔 好 那 好 那我們最主要的話 這一次是柴犬 三毛貓 然後還有企鵝 我覺得這三隻可愛 算這個也很可愛了 那我們今天就是轉三次啦 那今天給又講掌勁 那我來轉囉 好 開始 第一隻 你看 白晶 那個 河豚啊 海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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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河豚 海豬 海豚 那再一次柴犬 我們想要采取 企鵝 企鵝 好啊 好 那我們轉到三隻 剛好沒有狗狗 好想要狗狗 我們最近重複的運很少 還好 對啊 還不錯了 好 那我們就回家開箱囉 回家囉 好 我們回到家囉 回家了 好 那這個是 河掌 打開囉 這個是 大家看 這樣子跟上一週一樣 都是動物們 對啊 然後這次的動物們是在 有點像參拜的概念 很虔誠那種感覺 對啊 很可愛 很可惜沒有抽到柴犬 好 各位觀眾們請看 這個是 河掌的 海豚 你看 好像挺酷的 海豚河掌 如果 如果真實世界上 有看到海豚這樣河掌 我覺得還挺酷的 然後 它的底部啊 它就很平 基本上 它可以直接 站立在桌面上 這樣子 好 好 第二隻是企鵝 企鵝也是河掌的樣子 超級可愛的 這個 就像剛才又講所說的 很虔誠的感覺 然後 這隻企鵝啊 剛才我放在桌子上的時候 它其實有點微前傾 對 有可能它的尾巴不好 放在那個 它的桌子上 對 大概它的 這樣子 背面 背面 這樣子 好 那最後一個 是 三尾貓 然後 請又講介紹囉 三尾貓 它有兩個顏色 咖啡色跟黃色在它眼睛的地方 好可愛喔 而且它眼睛是 閉上的 然後 雙手合十 超虔誠的 又給人有一種 很寧靜的感覺 就看它的背影也覺得很寧靜 那種很舒服 很療癒的感覺 嗯 那就 這樣子囉 很簡單的介紹 也很簡單的轉蛋 如果喜歡我們這部影片 在下面幫我們點個喜歡囉 那如果想持續 並且追蹤我們的影片的話 不妨 在下面幫我們點個 訂閱 記得 按鈴鐺 就可以在第一時間 收看到我們的影片囉 那 下一個禮拜 轉牛站再見囉 掰掰 掰掰